不美啊 好漂亮 好庄严 美得不得了 所以因为它慈悲 这种慈悲的美 让我们看到超越宗教 超越对立 就像各位在网络上看到 一只狗去救另外一个狗 比人还伟大 因为它是慈悲 善良与慈悲是我们最要追求的 好 今天是一个苏圣日 念一下莲花生大士 苏圣功德日 那莲花生大士 有些人有些不认识 他是三合一 三合一 他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入涅槃八年以后 那么从他的心间 献出莲花生大士 所以佛很伟大 佛不用生小孩 佛从心就不生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成佛 你可以生好多个 所以我们叫心子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你要做阿弥陀佛的心子 你要做观音菩萨的心里面生出来的儿子 所以谁是佛的心子呢 发菩提心者 为诸佛心子 所以希望大家要做每一个佛的儿子 因为佛就是圆满菩提心 要利益所有众生 那我们也应该从佛的心里面生出来 那我们晚上睡觉都会 都会又回到妈妈的怀抱 像我们晚上睡觉 就会变成空性 就像死掉一样了 身体分解完了 没有一个我 然后我就进入佛陀的心 由佛陀的心进入十方诸佛的心 最后进入大日如来的心 或是你是修地藏王菩萨的 那你就进入地藏王菩萨的心 但是我怎么观想 我每次在观想 进入佛的心不太好意思 从脚趾头进去好了 我们这个没有那么干净 所以但是至少还是要 巴着佛陀不放 所以那让自己学习来 无我 全然放下 没有烦恼 今天你早上骂我 明天早上我 我死了 我现在是个新的人 我是从佛陀的身上再来的人 我已经放下这些了 那我依然爱你 因为我学佛 念佛 你不能把昨天的痛苦 带到明天来 你狗我去 明天我找你 所以各位学佛 你会觉得你会老人失意证 为什么 事情都忘了 只记得念佛 这样就好了 只记得去布施 去做好事 其他都忘光光了 因为世俗的事情 不用记得太多了 所以要让自己的心 慢慢的觉得 该 那有些人很痛苦 不该记得 记得紧紧的 那叫忧郁症 重复的 重复的一直讲 重复的一直念 因为他记得 不该记的事情 所以要慢慢的 让我们知道 佛菩萨会安排 你要好好地把 来 莲花生大师讲一句话 来 把你的心 全然交给我 好不好 好 你早上交给你老公 交给你儿子 你交错地方 所以阿弥陀佛说 把你的心 全然交给我 他带你去上品 极乐世界 发菩提心 要这样 全然的皈依 所以莲花生大师 是由佛陀心间里面 生出来的 视线 他身上有 观世音菩萨圆满的功德 他身上有 阿弥陀佛圆满 报身的庄严 所以这种三合一 在利益众生 所以我想很多 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都是这种 有诸佛菩萨的 融合的在一起 因为 在他们身上 老师说了 如果你读地藏经 你发愿 行地藏本愿 那你身上就有 地藏菩萨的加持 你就是地藏菩萨的 分身百千万亿之一 所以如果你愿意 像观音菩萨一样 去实践慈悲 你叫慈悲及观音 那你就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的心 能够得到 千佛的加持 所以 有一个心叫 来 行结千佛心 有一个咒 所以希望自己 随时都保持在 行结千佛的心 去利益众生 这个 这个菩萨是谁 来 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 因为他有 行结千佛心 在他身上 所以 他是整合了 所有佛的悲心 去救苦救难 不但如此 他有一千尊 世间最有力量的 叫世间最有功德的 转轮圣王的 事业的力量 在他身上 不然的话 你光有 行结千佛心的圆满 但是你没有 世间的善巧方便 不行 你要有力量 就像你现在 又是县长 又是菩萨 哇 这伟大了 对不对 又是皇帝 然后又在推广佛法 所以他们古时候 叫法王法王 就是这个意思了 他是有世间的皇帝 跟佛的心合在一起 然后来帮助这个世间 但是现在 我们佛教有一点疏了 因为世间的这些 这些领导人的力量 太大了 大过于佛法的力量 所以叫末法会这样 当然 所以我们佛教徒 这一点你不用烦恼 重点是 如果 并不是说出家人多 多到超过所有公务员 那这个世间就好 不现在那个意思 重点是 来 发菩提心 承担世间 那你自然有那个威德力 所以我那一天 我说我就见正元上来 我一直走进去 看到大家这么守次序 每一个人看到我们出家人都会合掌 我这里面戒律严格 但是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们对上师 对正元法师的尊敬 自动的守规矩 对不对 自动的走路该怎么走 我那天做了一个很惭愧的事情 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喝茶 然后他们就倒一杯茶给我 当然我要一时喝一口 然后说 哎 法师 商人来了 那我去 我就放他走 旁边的法师 哎 你没喝光 哎呦 不好意思 洗服 哎呦 以后自己带茶好了 因为这个不喝光 这个不洗服 对对对 所以后来等我们要走的时候 换我们赞扬法师 没喝光 哎 洗服 他也不喝茶了 看我一眼 咣 喝下去 所以要要如此 这个要 虽然我们心好 行动也要好 人家笑我们 你看海盗法师不惜服 所以我已经被教一次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咣 全部喝完再说 所以因为这样人家欢喜 这也并不是说对跟错 这是要做给别人看 你如此 我如此 大家都如此 那大家就不会乱丢止蟹 鞋子摆哪里 走路讲话 都要小心 这个是很伟大的力量 这种戒的末法时期 佛法没问题 但是持戒有问题 往往因为人破戒 而伤害了佛法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来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来 红衣扎师 持戒发菩提心 念佛生净土 红衣扎师太伟大了 太伟大 所以要恢复 所以我最近准备要开始换衣服了 那天正经法师说 我们全身都是没有羊毛的 都是玻璃瓶 那个塑胶瓶 环保做的 我说这样 我好像很惭愧 冬天到了 我们会穿 不小心才穿到羊毛的 所以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 你要从自己做起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 至少我们要自己做起 就像各位你吃素 你要吃得很健康 吃得很快乐 对不对 那别人才会说 吃素的人 气色就是不一样 行为不一样 结果你吃素 你在骂人 吃素开车又比快的 还超车 那人家就觉得 你看 吃菜挂点不挂点 那我们就被批评了 因为大乘佛教 重点在于 念一下 影响众生 对对对 你要有影响力 佛陀说 他是法王 他不是世间的 有权力之王 这个法就是慈悲 空性 佛陀放弃了世间 转闻圣王的地位 但是用他的空性 大悲心 影响了敬畏来即的 有心的人 有缘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什么时候可以 让你产生这种力量呢 就是碰到境界的时候 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 该牺牲的时候要牺牲 别人做不到了 我们要做得到 所以我认为 各位还是要学习一个 来 不抱怨 抱怨就退转的意思了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 本来就是如此 这个叫 念一下 消除我直 安住空性 生起大悲 悲一下 因无所住 而生起心 就是说 对凡事一切随缘 但是我们用的是 空性悲心 你不能去改变别人 但是你可以影响别人 默默的教化 但是千万不要放弃 哎呀 不行了 那边不行了 不行才要你去放光啊 所以这个世间 像我师父常常跟我说的 这个世间修行多快乐 拿个扫帚 总要有垃圾让你少啊 你不要抱怨垃圾多呢 哎呀 每天少不完啊 因为我们有活的意义所在 而不是说 我希望海边永远都干净 但是海边永远都有脏的东西 你丢我捡 但是我生命有益 我来捡一块 捡两块 我总有一天 还没捡完 我下辈子再来捡 对不对 甚至有可以影响 一个人变两个 两个人变四个 很多人在捡 所以我那一天 听正年法师讲了好几句 我们慈祭人 好多好多 世界各地都有慈祭人 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心里想说 哪一天我要念一下 我们慈悲人 没有啊 我们慈悲人 在哪里啊 所以 因为 意思是说 你要 慈悲济世 你要有一个 一个 念一下 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各位要愿意融入这个整体 不是要来凸显 再来成为一体 要大家都做正言上人 对不对 大家都做地藏王菩萨 大家来做阿弥陀佛 这样 首先你要有这个准备 就是说 我来一个道场修行 我就是因为要 把我这个个体 买买咖咖咖咖 把它消除掉 所以我师父说 为什么要叫你们 李光头穿一样 你要学习 人家做你就做 人家战你就战 人家唱大声唱大声 人家唱小声 你唱小声 念一下来 以佛头为标准 向他对齐 行住坐卧 伸口意 那各位要有一个方向 但是不要去跟人家比较 比较 你就会批评 因为这个世间不圆满 我们来表示圆满 这个世间很执着 但是我们心在极乐 却帮助他们也找到快乐 找到慈悲的快乐 善良的快乐 所以智慧的快乐 因为每个人学习的方法 不一样 但是为了如此 所以各位要接触世间 像我现在想法 什么人都有 什么人你都要去接触 那一天他们带我去花园 跟一个黑道的握手 我就很怕 他手拿出来 这怎么办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大黑道 一握手 回去头痛了快裂掉一样 这个一握就裂掉了 但是那一次是没准备 这一次有准备了 佛经说的 念观音菩萨 灭业障众 所以我现在聪明 每天早上念八百遍 在经典说的 念八百遍 念一下 那你这个手跟对方握手 不断消他业障 他还可以健康 你还不会被染上 不然一握就触电 对方 他那个业就找你 所以 当然我们希望感受到对方的痛 但是不要变成我们倒下去 这样不行 你倒下去就做不了事了 所以 但是 含着悲心 你要不注意也不行 含着悲心 为他消业障 不是消他的业障 而要 跟对方握手 怨对方的冤心在主 因为他是 肉品公司总经理 这还得了 他还得了 这个很严重的 那天叫我去他家 是因为他身 有一点身体不好了 他们好心带我去 他就说师父 我有一次 第一次做肉品公司总经理 有一次进去那边 一只猪还瞪着我 我怕死 我说他本来就瞪着你 你是总经理 然后 但是为了赚钱又没办法 所以 猪的眼睛跟人的眼睛 眼神是一样 比较接近的 所以 因为你要杀他 你没有救他 所以你现在 我就给他甘露丸 我说你没办法做这个 没办法避免 你身上带着这个甘露丸 我还送他一个佛教的东西 你一进去 他想发光 发光 不要看我 看他 把他超度 我送他整包甘露丸 他真的有幸 早上去他家 笑着他直接跑来道场 我们在办法会 他要走来说 师父你不是要送什么丸吗 赞扬 我因为我跟他讲说 这个丸放在水里面 然后那些每天都要被杀猪了 给他撒一撒甘露 让他们念一下 接触得解脱 喝水得解脱 这个叫吃解脱碗就对了 我说你每天交代你的底下人 帮你撒 虽然很多人要吃 但是至少 你减低他们痛苦 而且让他们接触以后得到超度 所以各位佛法 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像不动佛教念一下 见即解脱 所以如果能够把不动佛心咒 贴在他们被杀的地方 隐秘的小小的 但是只要他们打开日光灯 乃至百年 他们一照这些 永离山土苦 这个叫不动佛的愿力 就像你在墙壁切个 南无阿弥陀佛 放在地藏菩萨 放在地藏菩萨 土里山都苦 放在阿弥陀佛 愿意苦的时候 就得胜净土 那每一个佛 都是如此 所以也希望各位要修行修道 念一下 见你得解脱 千万不要看到你变烦恼 听到你声音感酷 跟你讲话心情不好 想到你的心 你这个人心情这么糟糕 所以各位你要 你要一直转变你自己 一直转变你自己 就像我刚刚下来 我就跟我们旁边的菩萨说 师父是演员 等一下要下去演戏了 不过我演这个 还蛮快乐的 没薪水的 但是念一下 演久就像 真的演久就像 我现在在台上看起来 多和蔼可亲 跟我平常的我是不一样的 演久就像 但是我那天去看了正言法师 我现在变当地了 我一定要让正言法师在我身上 我一定要很努力 很努力 我对每一个善知识都这样 我每次去见他 他的功德 我要把他的法 把他的心留在我心里面去做 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可以得到很大的价值 我认为世间的人有什么善法 他很会组织 他很会安排工作 我要去吸收他 因为我吸收他 就是对他最好的供养 我从他就像 我的爸爸的优点 在我身上产生出来 请问我爸爸快不快乐 快乐 快乐 不得了 这是我师父千交代万交代 我师父说 学佛 是要把所有众生的优点 都在你身上产生出来 所以你要周游列国 去学习 我爸爸从小就送我去日本 叫我一定要到出国 最好娶日本老婆 我爸爸很厉害 日本出这个 台湾出这个 他就讲我 他说你要 他们有优点你要学 所以你要经常出国 去学习各地方的文化 他们的人 然后你才知道你怎么进步 那现在是符合佛教的 佛教是 你要念一下 入众生心 了解众生 不舍弃众生 你要这样去做 比如说 今天下午你拿一些食物 一些钱 去一个独居老人家旅 然后你去跟他聊一聊 关心他 你会开悟的 哎呀 生命苦 对不对 孤独的苦 轮回的苦 你会生起悲心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接触 就像你没有亲自去 养来只狗 你不知道狗的习性 怎么超度狗 所以我后来我就了解了 所以我现在每一种动物 都要 事实上我们放生 真的是有限的 而且压力很大 但是超度是无量的 所以我了解牛的习性 了解狗的习性 了解猫的习性 猪鸡 我都了解 然后你再观想超度它 就很容易 所以你了解老人的个性 胎儿的个性 男人女人的个性 那你要去超度它 就很容易 各种宗教 各种民族 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 应该要动则修复 就是说每天去接触 去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人群 对你好的 伤害你的 认识不认识你的 你不要管他对你怎么样 你只管从他身上 去学他的优点 也去慈悲他的缺点 那你每天就在 接触一百个人 等于接触了一百个佛一样 他的优点你学到了 他的缺点你去慈悲 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 他的缺点带回来这边 嗯嗯嗯这样 然后他的优点 你就没学到 所以那天他们带我去见一个 一个花年地方上的 好像地下市长一样 很会瞧事的那种人 我去那边我都没讲话 从头到尾听他讲话 好厉害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一直讲 呃 捏水也不用喝 呃 怪不得哇 事情交给他 哇什么事情都可以圆满 这些人的特色 你不能说他是他 我是我 那你就浪费这个时间了 但是他一直讲 你知道我在干嘛 我也一直讲 我帮他超度 我那天去见正元法师 我就想说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我把我所有会念的座 都供养正元法师 因为有一次 有一位老和尚 他一辈子念佛 持戒念佛 后来他得癌症 很痛苦很痛苦 然后有人叫我去见他 我刚好经过那个地方 那我跟那个老和尚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你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痛 因为他跟我讲 很痛很痛 痛到咽不咽不下去 这么严重 那我说老和尚 那你就 你就 就合掌一下 我 我会 我喜欢念座的 这是我会的 我供养你 包括我放生 这是我供养你 然后我就 真语都电出来 一直念 然后他念完以后 他拉着我 你刚刚念什么 再录一次 我说为什么 你念的时候 我都没有痛 更大的奇迹 还站起来送我去电梯 所以各位 这个 有时候你不要相信自己 有些佛的力量 不是你的 你没有去试试看 不知道 所以那天老实说 这些上人在跟我说话 他讲的蛮多的 我这边 都一直给他念 请回来 放生加持 做回向 上人看起来气色 哎呀 心里 我没有白来 因为这样 这样能够 哇 长久住世 他可以做更多的事 那我想各位 也不是光 光对 正言上人 或是对这个黑道 对每个人都要如此 所以你看到一只狗 你要给它 恩阿宏 所谓恩阿宏 或南无阿弥陀佛 都可以 恩阿宏就是 诸佛的身口 欲的功德 融入在这只狗身上 然后再加上 恩阿宏 我的身体 嘴巴 心 所做的一切功德 也融入在你身上 恩阿宏 这个意思 这个恩阿宏的意思 就是我们念的 拿摩的意思 所以莲花生大士的 咒语里面 念一下 恩阿宏 这个恩阿宏就是 莲花生是 把阿弥陀佛 把观音菩萨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身口意的功德 供养你 愿你脱离 第一轨道 出身道 愿你身口意清净 愿你当下 贪嗔吃不起 叫恩阿宏 恩阿宏 恩阿宏 愿大家都能够 接近到 空性的金刚 善失 善知识一样 而能够达到 莲花清净的境界 善知识一样 善知识一样 所以 这个 简单来讲 如果你知道这个意思 万十九路善知识一样 让你内心的 贪嗔痴 傲慢嫉妒 这个无毒烦恼 以及无趣轮回的苦 通通消除到 而进入了 五方佛的净土里面 万十九路善知识一样 所以我认为 十方诸佛的名号 咒语 意思都是一样 但是 随顺众生喜欢 你要念长的 你念任言咒 你要念短的 恩阿宏 再短的 恩恩恩恩 这样就好了 所以 你不喜欢念咒 那你就拿摩 这样就好了 归命 因为拿摩就是什么 来 把自己的身口意 交给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那你把身口意 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 接引你 消你的业障 当下让你身心清静 往生带你去极乐世界 拿摩 所以阿弥陀佛 莲花生大士是一体的 他会讲 把你的心交给我 把你的生命交给我 全然的交给我 并不是他要权威 而是他认为 以他的功德来帮助你 就像我们的生命 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能够孝顺父母 那父母就很快乐 所以甚至我们要开始 报恩父母 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从父母来的 但是父母对我们无所穷 父母就是希望你乖 健康 对不对 快乐 他没有别的想法 所以每一尊佛就是希望 我们来解脱自在 利益众生 所以我想这并不是一种权威 而是一种悲心 暂时舍掉你自己 你全然的念阿弥陀佛 全然的进入极乐世界 放下你的探秤词 用用看 来 用菩提心 用慈悲心 用空性 超越一切 所以要转凡心为佛心 如果你已经正入佛性 那你就用你的佛性就好了 不用用阿弥陀佛的佛性 因为你的佛性跟阿弥陀佛性 没有两样 这叫自信佛里面 但是如果你还不会用 那你就老实念佛 就这个意思 所以就像现在他们 革西正在为我们超度 来 随喜功德 愿父母祖先 身上冤亲在主 所有报恩殿内 父母祖先 所有子安地藏殿内 所有堕胎胎儿 死亡儿童 十方法界 所有亡魂 动物亡灵 同享功德 同神净土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他们这么努力 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 我喉咙不好 我都很想休息 但是他们根本不一样 他们不管几个人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 谁都要念 就变成这种声音 那我们汉人不一样 你念我休息一下 我们没有那么认真 但是因为他们这么认真的好处 他就很容易 平常他可能脾气不好 是个凡夫 但是他一上台的时候 就很认真 这个就是强迫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念到后来 很多都背起来 念了一辈子 当然要背起来 普贤很远 就像我们在背心经 道背如人 我们天天都在念 念一下 会背佛说阿弥陀经的 举手 一个 两个三个 好吧 继续努力 你们都不想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各位 你每天念念念 你不得不背起来 你没有烦恼的时间 为什么 像我坐在哪里 正在等事情 坐飞机 坐车 我就开始意念佛法 这是我的习惯 然后再来念一下 以心传心 像各位愿意听我讲 那我就会讲 那各位你不听我讲 没问题 我用心跟你说 从内心里面 流露出你的佛号 经典 咒语 这样 所以各位你坐在火车上 你还要继续念 如果旁边有人 我只好念他 所以我们赞扬师 坐我侍者 他很可怜 我天天一直给他念 要发不利心 因为总要 我不能停的 所以 但是 如果他们不在 那我最高兴 我就可以念 锁整部火车 整个火车 变大转经轮 那个轮子 大转法轮 要保持一个 利他的心 因为没有呼吸 就会痛苦 没有慈悲 生命是活得没意义的 所以我们年纪慢慢大了 就觉得 咦呦 赶快把握机会 人生六十才开始 因为现在 稍微懂一点点 一点点 佛法 稍微有一点体悟 这个叫随着年纪